马可福音十章二十四节下二十七节 耶稣又对他们说 小子,依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 耶稣看着他们说 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然 因为神凡事都能 在二十三节说到 耶稣周围一看 对门徒说 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 接着二十四节说 门徒稀奇他的话 耶稣又对他们说 小子,依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 骆驼穿过针的眼 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 这好像是主耶稣讲了两次 有钱的人进入神的国 是何等的难 其实这两次讲的并不一样 第一次耶稣讲的是有钱财的人 第二次讲的是依靠钱财的人 第二次是第一次的解释与补充 意思是主耶稣这里所说的 有钱财的人是指倚靠钱财的人 就是倚藏自己有钱有势的人 耶稣在这里说的 倚靠钱财的人难以进天国 对于我们是一个重要的警告 这不仅是对于那些不认识主的人如此 对于已经信主的基督徒而言 倚靠钱财也是追求成为得胜者的一大障碍 在一个生活富裕的环境下 有钱好像成为一种必然 在这种情况下 是不是我们会被财富所吸引而远离天国呢